大家好,我是指揮中心、专家社组委员李彬莹怡心 五行悉养的因为辉薄和学习来传练 刷好水安就可以有效的降级传练的方向 也就是保护自己和外人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在处理病疫症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同样的促试 第一,要专程刷好水安来披护肥瘤的传练 第二,用过的水安一定要等到泡沙汤 不然就像风景的无量 另外给大家提示,处理病疫症的时候 随时要保持你手的清潔 不然用你的手去蒙你的蜜蜜皮和嘴 不然就让你去白头晾到 不然扮金山,一定要刷好水安 赶给传练的方向,守候社区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民国薄荷关怀协会 以及立委蔡适应服务处 在中山区德河里里民活动中 新英办理寒冬送暖爱心活动 致赠生活物资,帮助上百位的弱势民众 在志工们帮忙协助下把各项白米,面条,牛奶等各项物资 装入弱势民众带来的袋子里面 岁末寒冬之际,基东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薄荷关怀协会 以及立委蔡适应服务处 在中山区德河里民活动中心 办理寒冬送暖爱心活动 致赠生活物资,帮助上百位弱势民众 炳君寒冬送暖活动 其实已经持续第三年了 那这一次特别跟我们蔡适应立委 还有我们薄荷关怀协会 来去共同举办寒冬送暖 并准备一百份的民生物资 就是希望提供给我们基隆所有弱势的族群 不论是低收、中低收、云有身心障碍补助 或者是有重大伤病卡 都符合来领取我们寒冬送暖物资的资格 当然未来秉均也会跟我们蔡适应立委 还有我们薄荷关怀协会 持续来举办相关年的爱心活动 比如说我们在二月中的时候 打算要举办爱围辱的活动 也是希望邀请我们基隆低收的人 共同来一起吃饭、围辱 感受到过年的气氛 当然社会关怀是需要更多人来共襄盛举 也邀请更多的社会大众 抛砖引玉 来跟着我们一起做社会的爱心 薄荷关怀协会特地与市议员张炳君 这边来做一个合作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寒冬送暖的物资 每次发放活动 可以将这个爱心 可以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各界 一起来响应这个爱心 在又湿又冷的寒冬中 拿到爱心物资的弱势民众 感受来自社会的关怀 都带着笑容开心回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根据统计 全国超过一公里长的隧道有39座 其中有7座就在基隆 不过基隆市却没有专业的隧道排烟车 万一发生隧道意外事故 恐怕会影响旧灾成效 立委蔡世印在立法院质询时 要求行政院要补助基隆市消防局 添购隧道排烟车 维护驾驶人的安全 这是新北市消防局配置的隧道排烟车 主要为隧道发生意外事故时救灾使用 根据统计 全国超过一公里长的隧道有39座 基隆市辖内就占了7座 包括超过2公里的基平隧道 及北二高基隆端与台六二线等 不过基隆市却连一辆隧道排烟车都没有 立法院蔡世印在总质询时 就要求行政院应该补助基隆市消防局 购置隧道排烟车 过去基隆市消防局有向中央来申请 希望能够协助购买排烟车 但中央都说这是属于地方政府的自治一半事项 所以没有同意 那我今天特别在立法院就这个事情提出质询的原因是因为 救灾这件事情其实是全体的国人都容易会遇到的一个状况 那中央政府不应该只是把这问题直接丢给立方 而应该要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我为什么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在同一个时点点 政府才决定用国道基金来帮忙宜兰县购买 因为血税需要购买所谓的排烟车 所以我也来要求我们的这个中央政府 包括行政院跟交通部应该也要比照办理 是不是考虑用国道基金来协助基隆市购买排烟车 因为我刚刚讲的39座的长隧道里面 其中7座就在基隆市 对于基隆市来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救灾人民关天的事情 一分钟一秒钟都不可以 都要去把握这个黄金时间 所以我特别在立法院提出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消防局 很多的消防同僚也在告诉我 他们认为这是蛮重要的装备 那根据我了解确实是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有要求 那我当天内政部跟交通部有表示 就这个部分会来另外专案来讨论 那我会来继续来监督 让这个案子能够竞速的来落实 基隆市消防局方面表示 隧道排烟车对救灾来说非常重要 主要是透过排烟车的风力 将水雾扩散进隧道驱山乐园 一粒救灾的园进入事故现场救援 基隆市临近台北新北宜兰桃园等 县市都已经有配置 不过一辆隧道排烟车造价超过一千万 因此请立委协助向交通部争取经费补助 希望提升隧道救灾能力 记者 张启腾 基隆报道 这点来看被誉为台版威尼斯的 基隆正宾渔港色彩屋 成功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现在除了来这里拍照外 还可以到附近的餐馆享用在地的渔村海味 老板将飞鱼软禁鱼完美融入干拌面内 连艺人黄紫椒及基隆市长林又昌也是做上宾 飞鱼软香肠在铁盘上不断发出滋滋作响 香气扑鼻而来 但主食材一下锅 白玉斑的面条上头铺上两层飞鱼软 再将磨碎的绿藻撒上上头 这一碗店内超级人气招牌 让人光是用看的口水直流 口感比较有嚼劲 第二个它的造型很像我们基隆海边的海浪 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异味 面条讲究焦麻酱一点都不马虎 老板将基隆大街小巷都看得到的香油香醋 都加入调味 他们的面比较不是那么长长的概念 主要是把飞鱼软的 所以你知道这样拌开了以后 跟我们单总是飞鱼软完全感觉都不一样 店内的装潢摆饰满满的鱼村风味 但不说您不知道老板原本是基金的理财专员 因为爱做菜拿到多项的专业证照 也是一名调酒师 基隆的特色就是干面 那大部分基隆的干面 主要的酱料都是油葱的为主 豬油油葱 那我们想要第一个就是 从酱料就要跟人家与众不同 开设餐厅就在镇冰浴港彩色屋的正对面 美食加上美景 让不少偷客慕名而来 连艺人黄子娇和基隆市长林又昌 都是做上宾 好香 有些是用了在地的食材 有些是以甜点著名 那有一些是我们在地有名的这些咖啡 那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色彩屋 來到这里我想不是仅仅可以看这个风景而已 那也可以选择来个半日游 肥美的照烧轻鱼酒酿糖心蛋摆上复古的碗盘 简直就像艺术品 冬季旅游还没有决定到哪 来镇冰浴港走一遭 保证支回票价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再带来看感人的故事 基隆有一对姐妹花 姐姐在30岁时赴美学习厨艺 回国后先与妹妹开古巴三明治餐车来试水温 结果大货好评 之后就正式开了一家早午餐店来圆梦 一起来看这勇敢追梦的故事 她现在是要赚圆梦了 对啊 主厨谢庆宜熟练的翻炒肉丝 这可是她从美国饭店古巴仪主厨 学到的正统古巴三明治做法 其中内线更是费时费工 甚至要用手撕肉丝 古巴三明治是我到佛罗里达 海亚上班的时候 我接触到的第一道菜 那因为我们的主厨是 他其实是古巴移民 在美国发明的三明治 那刚好我的主厨也是古巴移民 那他就教我第一道菜 那他主要是你要用猪肉 新鲜的猪肉 再用十几种的辛香料腌 之后再加大量的柳橙汁 这样子要腌要腌六个小时以上 烤要烤四个小时 那等它冷却之后 你再用手撕拔那些肉 用铲子在铁板上俐落的料理食材 很难想象的谢庆宜 在三十岁前还不会拿菜刀 父亲是基隆知名中后塞 谢庆宜却选择到美国 从头开始学厨艺 为了就是要圆开早午餐店的梦 你去的时候你要备辛香料的东西 那时候就觉得很像 Rosemary或者是Oregano那些东西 而且我那种东西在台湾是不常看的 即便我爸是做中餐 我们也不常用那种东西 所以刚开始备单制 认识食材非常的辛苦 那时候是刚开始 而且我们班只有我一个外国人 吃起来有古巴的味道 消费者的肯定让姐妹俩 下定决心实现梦想 在卫生福利部基隆医院 对面一条美食灵地的巷弄开店 果然吸引不少老客人回流 我觉得更多的是 那种我们的老客人 从餐车那边 他们就说他们一直在这条巷子里 走了十遍 因为我们是早午餐 以前是午晚餐 所以他们就午晚餐来都找不到 他就说我真的找好久 我终于找到 看招牌也看不出是你们 我终于找到你们 他们很开心这样 然后也有很多 都基本上一开始都是 老餐车的顾客回来的 都回流蛮多的 除了古巴三明治 姐妹俩还研发各种餐点 像这款苹果熔盐猪肉汉堡 就是淋上以古巴肉汁作为基底的 独家苹果酱汁 风味独特 苹果熔盐那个酱汁 其实是我之前在台北 我跟我同学 她也是去美国学厨艺的一个台湾女生 我们自己在厨房做出来的 那只是当时候 我们是用苹果汁去熬 可是还是欠一个咸味 因为你苹果汁是甜的嘛 那我那时候想 嗯 那我们就干脆加古巴肉汁进去 哇 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就有那个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是一直沿用到现在 吃起来让人惊艳的 咸味花生鸡肉炒蛋堡 里头的花生酱更是一绝 甜甜的花生酱加入咖喱 及大蒜等 是店家与外国消费者 共同研发的口味 我已经来第三次了 我觉得它好吃的就是 花生酱配那个猪肉 还有它的很特别的地方 是它欧姆蛋里面加很多起司 然后它的生菜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 这个分量 我觉得吃起来算很划算 很好吃 这个花生酱的话 也是第一次在国外吃到的 就觉得很惊艳 怎么花生酱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第一次我们自己做的时候 是失败的 是非常难吃 后来是偶尔跟一个外国朋友 是我们电影的常客 我们就在聊天 就想说 他也蛮想念那个味道的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研发 去找回那个味道 然后它这个东西的话 里面就是花生酱 跟咖喱 还有大蒜 所以它混在一起的味道 真的是很特别 而且很 会让你一口接一口的感觉 还有一组三个小汉堡的套餐 可以一次品尝到牛鸡虾等多种美味 店家取了一个洞区的名称 叫选择障碍者必点小汉堡 那我现在吃的是 如果你有选择障碍 就吃这个选择障碍的汉堡 它有牛 鸡跟鲜虾的口味 所以一次可以满足很多个愿望 这款裸式豆泥蘑菇炒蛋三明治 这是主厨在加拿大游玩时尝到的美味 再加以改良 这样让消费者可以有更多选择 它那家店很特别 是它下面会加一层的绿绿的毛豆泥 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我是问了厨房的人 它说它其实是毛豆泥 我想说哇 好惊艳 那我就回来之后 我就想因为开发新菜单 我想说 是不是应该可以把这个东西 用在别的地方 而且我们店里精致的 就是比较蔬食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我就想说 把它放在那个面包上面 类似那种法国面包的感觉 还有墨西哥卷品等多款餐点也很过消费者好评 大占分量十足又美味 我觉得它的起司很多 然后它的洋葱很好吃 然后它分量还蛮多的 就是可以吃的蛮薄的 它的汉堡肉比较厚 跟一般汉堡店不一样 因为它的汉堡店是比较薄的 它有厚度的话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它中间还有加一点有辣的酱 然后吃起来会比较解腻 我自己是觉得蛮好吃的 然后外面的面包很脆 所以也就很好吃 但我觉得它薯条很好吃 很脆很好吃 店名取名谢谢 店门口更保留餐车造型 本身就喜欢早午餐的姐妹 两以内以外 通过食物与客人交朋友 又美味表示感谢 在完成自己梦想的同时 也让基隆人不用到国外 就可以品尝到 道地美式风格的早午餐 记者 张启腾 基隆报道 基隆市第三届美丽基隆影像 创作比赛结果出炉了 拿下首奖的作品 是以隧道的方式拍出 基隆中原季心意的神影之律 从66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期盼透过这些 从不同视角 全是基隆之美的优质影片 能让大家重新认识基隆 特出传统即时性的民俗庆典拍摄方式 张伟伦与团队赋予中原季心意 并以隧道巧妙串联出 基隆城市异象 脱颖而出拿下首奖 历经大概五天是事业的行程 每天都要去拍 会发现后面就是 其实会发现蛮多不一样的地方 它里面在地的风俗文化 我觉得是很值得记录的 在后来剪辑过程中才知道 原来当下他拍的时候 跟剪辑的内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剪出来之后会发现 它是真的有一个人文特色 所以到后面开始有点 把它当作人文 记录片的方式 在记录这支影片 历经半年 由基隆市政府主办的美丽基隆影像创作比赛 吸引了66部作品参赛 不论是摄影剪辑技巧 拍摄景点挑选 及叙事方式都相当精彩多元 让评审大伤脑筋 也直呼可看性相当高 第一个特色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有剧情的 这样的一个演出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它的特色是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的鱼板出现 比如说有整支片子 都是台语版的 那也有全部都是法语版的 那也有全部是日语版的 展现出在地文化的部分 也就是说基隆文化的特色 这一次比往年 很非常非常着重在这一点 而且我们在 评这些作品的时候 也非常惊艳说 这一次的作品里面 几乎都把在地的精神都放进去了 今年的亮点就是 整个参加爆米的作品 在整个技术水平都非常的杰出 就是无论在摄影 配乐剪接 或是在各个方面 我觉得整体的表现 我觉得技术非常的到位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 对基隆很熟悉的人 所以我每次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 我自己每一次都有一个很 惊艳我的一个新发现 我觉得就好像是发现一个 新的星球那种感觉 非常有意思 参赛作品中 有采取全法语发音 以因应亲发战争的影片主题 他是用法文写的 所以我们就是找了一个法国的朋友 他等于就是义务的帮我们翻译旁白 所以非常感谢他 而且他本身在录这部片子的时候 他自己都感动不已 甚至还有旅居台湾的日本人参加 对基隆丰富的日本文化遗迹很感兴趣 那些技艺 我觉得最近的 现在的那个日本人里面 我觉得渐渐的变少了 基隆市长牛昌表示 透过影像创作争选 让参赛者以不同的角度 诠释基隆之美 也把不一样的基隆呈现在国人面前 的确吸引更多人来基隆观光 其实城市的一个行销 或者是它的品牌的建立 不只是公部门的一个工作 那更重要的是透过民众的眼睛 还有民众的一个视野跟角度 来诠释这个城市 那重新认识这个城市 最先进的技术 然后从最先进的角度 从最不同的角度 用艺术也好 用美感也好 怎么样把我们的城市 把我们的家乡 在他们的眼中 在新世代的方法 然后把它诠释出来 官销处方面表示 所有得奖作品 从即日起到1月8号 在基隆东岸广场3楼展出 并且在基隆有线电视公用频道 第三频道轮流播出 还将上传魅力基隆 YouTube频道 让更多民众深入认识 看见基隆之美 美丽基隆 今天创作比赛 完成 记者张奇腾 基隆报道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虾腿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3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耶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要记得3 要准备及7部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会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 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3要7部口诀多念几遍 这辆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台美市军船局和捷运公司以及动物园 携手推出捷运观光彩绘列车 邀请民众搭列车到动物园看圆宝 游猫空搭猫懒 列车上还有许多台北景点的插图 等你来发现 熊站领军带着大猫熊马来墨黑脚企鹅等 动物宝宝搭乘捷运列车 邀请民众一起游台北 可爱的彩绘列车即日起到明年3月15号 在文湖县发车疗愈民众的心 有三个月的时间 它会往返在我们动物园 文湖县 从动物园到南港车站 那整体上能够让民众 能够从这个彩绘列车上面呢 去认识我们动物园 这些稀有的动物 尤其在这段期间 除了元宝之外 还有其他的很可爱的动物都出生了 所以全部把它彩绘在列车上面 然后让民众能够更加的认识 我想这段期间的疫情的关系 所以整个观光旅宿业 的确都受到影响 那虽然说 台湾进入了秋冬专案 我们一方面还是要把防疫工作做好 像所有人都戴上口罩 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日常的生活 观光的旅游 还是可以兼顾到 所以透过这些活动 能够吸引更多人来 车厢上面还是有很多 台北市一些大型活动的指标 在上面 目的就是希望说 不是只有在这个时间来 除了玩猫空跟搭猫懒 跟看这个猫熊宝宝之外 也可以一并的 我想在这个期间内 还有像台北灯会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活动 还有跨年 所以今天开始 一直行驶到3月15号为止 中间有很多 还有花季 所以我们很多活动都 这个跟这个 今年的彩绘列车的主题 是合并在一起的 藉由捷运彩绘列车 结合猫空猫懒 和动物园捷运景点等 希望带动北市景点人潮与商机 此外 大油卡公司也特别发行 原爆悠悠卡 以及周边商品 让民政搜集 原爆可爱模样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猫和狗是人类的好伙伴 但是他们的心声 您注意到了吗 青年作曲家 梁中伟自编的歌曲 《小世界》 以猫狗的角度说出心声 期望有个温暖的家 梁中伟期盼以这首歌 唤醒民众温暖的心 也献给专做流浪猫狗后盾的 《台湾照声会》 在猫狗的世界里 主人就是他们的家人 衷心不饿 青年作曲家梁中伟 编写的《小世界》 歌曲温柔动人 诉说猫狗的心声 希望以自己作曲编曲的专场 来唤醒世人心中最温暖的灵魂 同时献给专做流浪猫狗后盾的 《台湾照声会》 洞宝团地很多 但我最注意到的是造声学生 因为他们有一个猫狗119 那他们的工作人员是24小时待命 而且是不分这业务 救助那些路边受困 或是受伤的流浪动物 那以前我以为说 是不是人类受伤了 才能打119 没想到猫狗也有他们抓住119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令我蛮震撼的事情 然后我也很感动 所以我才将小时介绍 有很多受伤的造声过来 其实呢 我有时候觉得 跟猫小孩他们相处 比等于相处来得更冷一些 或是更真诚一些 那猫小孩他们其实都很聪明 那用心地对着他们 他们其实都感受得到 那据我所知呢 造声会他们有救助一些流浪动物 那他们其实曾经受过人类虐待 但是呢 在这些工作人员细心的照顾之下 那这些流浪小动物 还是仍然愿意选择相信这只人类 那其实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我们对待小动物 那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不要去伤害他们 我们只需要付出一份真心 换来百分之百的活动 台湾造声会24小时不眠不休 随时待命出动救援浪浪 令梁中伟很感动 但因为疫情之故 造声会今年面临捐款减少 猫狗119救援浪浪也被迫暂停 在外流浪的毛小孩们 遇到创伤或是危机状况 无人守候救援 梁中伟希望透过歌曲 请大家继续帮助协会 能够持续救援 让他们建造猫狗园区 有个快乐及温暖的家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哦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来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